大家好,我是外航员 这一期海贼王专题,我们的主题是海军 在以绝对正义为名的众新旧海军将领中 我们一共罗列出了十位海军,和大家详谈 另外,海军本部前元帅,现任世界政府的统帅刚古空 还有一直微露面的现海军三大将之一的绿牛 由于能够掌握的信息不多,在这里我们只提及一下 好了,进入正题 十大海军第十位,科比 科比是海贼王里出场比较早的人物 在被陆飞救下以后,他一路的成长可以说是非常的励志 科比现在不但会了六世,剑文色霸气也是颇有剑术 顶上之战之后,他更是晋升为上校 已经成为了新世代海军的代表人物之一 相信,凭借他的理想和努力,以及自身剑文色霸气的卓越天赋 在卡普的栽培下,有朝一日一定能如愿 成为像战国那样的智降属大将 第九位,烟鬼斯摩格 烟鬼是一个十分豪气的海军 虽然他无视高层,不守规矩 但却十分有原则和正义感 我们认为在海军里,烟鬼在善恶之间的拿捏和处理 是做得非常好的角色之一 简而言之呢,就是利用职权不择手段的 执行符合道义的正义 在他眼里,海军和政府的尊严不算什么 内心的抉择还是至上的 烟鬼的眼光也是非常不错的 要知道,他一直在追捕的对象 可是未来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第八位,赫 海军本部中将,外号大参谋 赫年轻时是个美女 他与卡普战国责法,同期加入海军 能力是能洗敌人的恶的 洗洗果实努力 十三年前曾一直奉命抓捕 唐吉赫德家族 他和明哥的关系 会有几分类似罗杰和卡普的关系 明哥被抓时,他也亲自押送 在押送船上 他从明哥口中问出的话 也非常明了地划分出了 现在海贼王世界里的力量布局 由明哥和贺引出了这张图 有机会我们会详尽地跟大家讨论 第七位,K1,泽法 泽法在海军人才培养上的成就 称得上是十分卓越 赤犬和黄园都是他第一届的学生 青智是他第三届的学生 现在海军中的很多优秀中将 也都是他的学生 海贼王专题的讨论 基本上都是围绕海贼王的漫画剧情来展开的 一般情况下 不会带入剧场版的内容 但泽法算是特例之一 海贼王剧场版D 把泽法这位老英雄的故事 讲得十分感人 想要成为英雄 是当海军好还是当海贼好呢 我以前在这部剧场版动画里 通过泽法的故事 借着陆飞的口告诉我们 当海军也好 当海贼也罢 只要做你喜欢的事情 第六位,清智 海军的正义不只是衣服上的两个字 清智也确实明白这一点 他也一直在遵循着内心的正义 战国在两年前推荐清智做元帅 也正是看中了清智的为人 但是事与愿违 最终还是赤犬做了元帅 两个人的决战是另一回事 对世界政府来说 选择赤犬做元帅 确实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什么才是正义 相信这是一直困扰清智的问题 他在和赤犬的决斗中 最终败下阵来 我们认为并不是实力的问题 而是在于在贯彻这一点上 清智没有赤犬那么坚定 因为他的内心是摇摆和迷茫的 蓝散也只是清智内心的摇摆 而产生的表象 他加入黑胡子海贼团 可以说是一个令人非常意外的举措 难道清智真的病了 当然不是 在他从明哥那里救下烟鬼的时候 也曾对烟鬼说过 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他 那清智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以后会具体地跟大家分析 有的时候站在事物的相反面 反而能帮助你更接近真相 清智的正义之道 是一条求真之路 第五位 黄源 清智的蓝散是假的 黄源才是真的蓝散 这位大叔是一个实力强劲的老油条 闪光果实这部分 在《恶魔果实》篇 我们会跟大家着重讨论 如果说清智是亲民和平派 赤犬是极权强硬派 那么黄源就是老油条中立派 政治环境的生存主义者 不拔尖也不落后 对清智和赤犬的大将之争 也完全没有兴趣 并不是因为这个大叔的实力不济 而是他根本没有这个意愿 要当什么元帅 因为元帅要担顺多的责任 作为三人之中年龄最长的人 黄源的哲学是无必认真 第四位 赤犬 为了贯彻正义 为惜牺牲小部分人的性命 这就是赤犬的决绝正义 有的人赞同他 更有很多人恨他 在顶上之战杀死艾斯 打伤白胡子 这是大部分人恨他的原因 世界政府之所以选择赤犬 做海军元帅 也是认为赤犬的决绝做派 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 但我们认为赤犬和世界政府 绝对不是一边的 因为赤犬最终要维护的 是绝对的正义秩序 而不是某小部分 住在圣马利亚的人的利益 他也是不畏强权的 直接跟五老星叫板 是一个很好的列子 赤犬的最终下场 可能会十分悲惨 因为世界政府 不会站在他那一边 海军里对他的做法 有意见的人也大有人在 对民众来说 赤犬也是不得人心 而对于海贼来说 更是恨不得得而诸之 赤犬是一个决绝 且不摇摆的人物 作为一个强力的对手 最终不管是陆飞对赤犬 还是萨波对赤犬 都一定会是一场恶战 第三位 腾虎 现在赤犬在海军中掌权 黄元在派别上支持赤犬 绿牛的立场不得而知 唯有腾虎能够明确地站在民众的角度来处理问题 作为两年后的新任大将 我们觉得腾虎从亲民这一点上 很好地继承了亲制 从民间征兵而来的腾虎 也更遵从自己内心的敌意 他的目的是废除王下七五海制度 从他有意帮助陆飞对决明歌 到对鸟龙采取应对不解决的方式 以及到最后帮助陆飞一伙逃跑 这一切都能看出腾虎在处理问题上 既具备了像科比 烟鬼这样的新世代海军 心细仁义和民众的精神 又颇具手段和智慧 第二位 战国 作为一个智将 在顶上之战 他命令赤犬去散步谣言 成功离间了白胡子和其部下 令白胡子在战争一开始就受了伤 而不同于赤犬明确的鹰派作风 战国属于典型的鸽派作风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推荐同士 鸽派作风的清智当元帅 而在顶上之战最后 他接受了红犯的面图 宣布结束战争 是属于十分顾全大直的角色 从实力上来说 战国也是绝对的超级 恶魔果实篇 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讨论 他的幻兽系果实 第一位 铁拳卡普 作为罗杰一生的敌人 卡普曾数度将海贼王罗杰逼入绝境 在海军中是绝对的传奇人物 宁儿被誉为海军英雄 也被世间称为铁拳卡普 卡普的实力讨论 一直是海贼尼们热议的话题 这个话题也足够我们 专门做一期节目了 这一期关于卡普 我们要讨论的是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那就是世界政府和吴老星 为什么到现在 都不抓住身为 未来海贼王的爷爷 和要推翻世界政府的 革命家领袖的父亲卡普呢 我们总结出了三个理由 第一 抓住了卡普 并不会阻止 路飞和龙的行径 反而会加剧 他们和世界政府的矛盾 路飞肯定会再大闹一次 来搭救爷爷 他上一次就哥哥艾斯 闹得可不是一般的凶啊 以路飞海贼团 现在的阵容来说 威胁度也实在不容 世界政府小事 而龙的革命家队伍 也会更加推进 破坏世界政府的进程 当然 他们本来就是要 推翻世界政府的 第二 卡普是海军的英雄 在海军和民众中 都有极高的威望 可以说是海军和政府的 一面旗帜 抓了自己的旗帜型人物 无异于打自己的脸 世界政府没有理由这么做 第三 卡普的拳头太硬了 这个理由 虽然看上去有点无理取闹 但在海军王世界里 却是有合理性的 试问 即便是世界政府 真是黑了心要抓卡 那谁又有这个本事 抓得住铁拳卡普呢 好了 这一期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是外航员 海贼王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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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